嗨朋友们大家好 有个大哥要订做一个府上有龙 先让师傅给我画一下看看 这里搞个龙头也可以 是吧 你要做的话这里搞个龙头也可以 那我先这么跟他说 让他考虑一下 我们来做珠子的这边 这个料之前发过 今天我们把它下了 来了 水锅 有那种褶皱纹的水锅 门也很清晰 特性很干净 这个位置上水看一下是大片的荧光 这块料的材质也不错哦 纹理很漂亮 这种纹理其实做什么都好看 但是这个料子比较薄 也不太好做别的东西 非常干净 底色对比很鲜明 这种纹理可以当标本了 海黄的纹理就是非常多变的 不是那种单一的死板的 每一条纹理都有宽窄的变化 颜色的变化 继续继续 这种料子要是大一点 能做器型或者大的雕刻件 那出来也是绝了 效果肯定是特别好 如果是素面的话 那个纹理会更加的漂亮 这种纹理如果做大的东西呢 就是很多变 让人感觉很有看头 但是也是很可惜 海黄的料呢就是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这种料子的颜色也很多变 紫色啊 金黄色褐色 整体感觉是眼花缭乱 在镜头里面看起来真的是特别花 桌子料基本上下完了 我们就留给师傅做了 待会儿就回店里要去发货 还有看一下我们昨天打磨的一根料 非常非常漂亮 刚刚回到店里因为明天刮台风 把这个料擀得很着急的打磨出来 回来之后我看到它我都非常的惊讶 这个料竟然这么好 黑线非常的扎实 而且这个荧光感特别的棒 现在只是一个原料打磨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面非常细腻 几乎是没有毛孔的 又油又润 之前大哥是做原料收藏 他说不要去皮 后来想了想他又要去皮 真的不去皮也看不出来这个料子有这么好 有时候我们对原料的估计呢 就是我知道它好 但是我不知道它好到什么程度 所以海黄呢总是给人惊喜 突然感觉大哥是捡到漏了 这样的料子真是人见人爱呀 看这些有纹理的地方线条好扎实 太美了 打包这个大料 这个料真的是赚到了 那么好 真的比想象的还好我觉得 不用站在这里不用站在这里 他说像一只烧鸡 打得光光的像烧鸡 他也是没想好 一会儿说去皮 一会儿说不去皮 最后又决定去皮了 去皮之后说打得像烧鸡 但是不打成这样也看不出来有这么好 烧鸡 恐龙 昨天的两个小精品珠子 不对三串 还有一个1.5 两个1.3已经结缘了 就剩一串1.5了 现在把它们打包发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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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